告知之後 嗆聲說立法院開醫要揍著敲 高端的價格到底憑什麼 比莫德納和BNT還要貴 名嘴怒轟 該用非常手段提爆合約 被塗黑的真相 陳時中拿408億買疫苗 價格卻被當機密 藍軍開嗆在沒真相前 立院開醫絕不讓蘇葵上台 因為一筆疫苗價格 保護力最強的莫德納和BNT 竟然都比保護力大上問號的高端還便宜 高端高貴的價格到底憑什麼來的 疫苗合約一堆被塗黑黑 還要藏30年 名嘴頭罵在野黨 現在就該搏命照真相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難道就這樣算了嗎 我等不到30年 我身體不是很好 我等不到30年 為什麼要30年 你明天就去給我把疫苗合約掉出來 哪有什麼掉不出來的 台北市議會有哪一個東西是塗黑的 柯文哲敢塗黑嗎 沒有什麼東西是塗黑的 塗黑就是錯的 但若要不到合約 有人說可以到審計部掉疫苗資料 或是打一架照真相 但目前立法院民進黨家親律的共68席 國民黨39席 打架來硬的能不能贏 在野黨手跟腳舉起來打不過你民進黨的立委 為什麼民進黨的立委這麼可恥 從頭到尾就是護航 藍軍告發陳時中獨職 那買苗的真相能不能期待司法查明 當全民選出的總統所有權力一把抓 民眾想知道自己的錢花去哪裡都不行 想知道買苗的真相 難道指涉震動輪替 記者楊七號 陳怡肉 台北報導